Hello,大家好,我是Brandon毛巴 我們一家就過來英國有年半左右 都經常有朋友過來探望我們 看看生活過得如何 人人都說英國的餐廳很貴 其實英國的餐廳只不過是沒有了香港兩餐飯 和茶餐廳的價格範圍 所以隨便唯一一間餐廳 都是香港的歐伯和Ruby Tuesday的質素 今天就帶大家去一間毛巴整天吃的西餐 讓大家感受一下英國的物價 事不宜遲即是和大家一起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影片之前訂閱毛巴的頻道 大家的支持是有繼續創作的動力 首先這間餐廳叫做Beef Eater 根據維基百科 它全英國有超過140間餐廳 還要聽過名字 顧名思義肯定離不開牛扒 對於毛巴這些食慾獸來說 一定是最棒的 而我們今次去這間分店 也是一間獨立的小屋 這個小區域旁邊 還有咖啡店和酒店 在餐廳的外面 也有幾十個車位 可以給大家免費泊車 不知為何毛巴每次去到這間餐廳 都是下雨的 今次都不例外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間餐廳 有些落地大玻璃 在餐廳外面也有幾張餐桌 可以給大家在這裡曬著太陽吃飯 不過肯定不是現在 有凍有濕的時間 今天毛巴過來拍攝的時間 就是平一的夜晚 一開門就看到有幾個人在排隊 適應的工作效率 相對都沒有香港那麼快 大家過來就要慢慢適應 進來餐廳就會看到樓底很高 和英國因為會落雪的關係 它全部都是會做斜頂的設計 而這裡的裝修風格 就用了一些比較深色的地毯 場紙、梳化 再配上原木色射燈做襯托 整個感覺毛巴都覺得幾grand 所以我們平時都拿來做宴客 都不算太失禮 而在餐廳的另一面 就比較光亮的酒吧區域 見到很多男士都圍著巴頭 在喝幾杯啤酒 亦都有一張波台、老虎機和電視 我還記得當晚是看阿仙奴對波圖的直播 而在餐廳的正中心都是焦點之一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這個高樓底 延伸這五盞燈下來 坐在樓下將圓桌吃飯 其實都挺不錯 搞定完之後就可以坐下來看看餐牌 這餐飯我們會吃它的晚市套餐 即是可以選擇吃2 course 或者3 course 價錢就分別是16磅半和18磅半左右 因為這裡是沒有加一服務費的 有時候經過cashback的平台 都會再有大概9折的優惠 所以其實計算港幣大概是86至180元左右 頭盤的選擇就有炸雞條、蒜蓉包、炸雞翼、蕃茄湯、 芝士薯仔、椒鹽鮮油、炸蘑菇 而主菜的選擇就多很多 好像有肉或蔬菜的漢堡包、薯條魚、意粉、雜扒、咖喱、牛扒 大家要留意他們在名字後面會有額外的附加費 只要在剛才的基礎價錢上加上去 到最後還有甜品 不過可以先吃完頭兩樣東西 之後才考慮叫不叫 中間紅色圈圈的身體每次團團都是必吃的 由於剛才的菜單是沒有飲品的 而毛巴又要開車 所以就叫了汽水任飲 成為一位就三磅半 不過這裡是很靈活的 不用全台一起叫 還有可能外國人坐下來之後 喜歡摸一下酒杯底、聊天 所以他們的頭盤多數都是很遲才來 毛巴在短短半小時時間 已經喝了很多檸檬汁了 我們知道差不多有東西吃的時候 就在外面的車上叫醒團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樣子 其實還有一點點睏 不過這次Uncle帶了兩件玩具給他 立即坐下了HIGH CHAIR 研究一下怎樣玩 再等了一會就來了毛巴的頭盤 這個是這裡的招牌雞翼 有四隻 不過就要加半磅 旁邊還有他們的醬汁 我就選了蜜糖芥末醬 這個蜜糖芥末醬甜甜辣辣 連團團吃了都說good 而且雞翼炸到外皮很脆 肉都尚算juice 不過很可惜毛巴要開車 如果不是這些香口的東西 配上啤酒就是最棒 另外一款毛媽的送酒前菜就是Calamari 即是我們香港人吃的類似椒鹽魷魚 它用了一隻我們中式的飯碗 放滿了 所以份量也挺多 還有這裡的魷魚是急凍的 所以他們其實處理得很好 解凍完炸完之後都吃不出有雪味 團團在一開場已經差不多吃了兩隻雞翼 不過魷魚對他來說可能太硬了 我們怕他難消化 所以就集中火力吃雞翼 最好笑就是問團團好不好吃的時候 他會舉起手指公告訴我們 Good 之後就到了無爺益的8盎司西蘭牛扒 需要額外加2磅 上桌的時候就覺得蘑菇和番茄削了一點 不過牛扒煎得也挺常吃的 我們這次就叫了Medium Rare 裡面還是粉粉嫩嫩的 在英國的牛扒雖然超級市場賣得很便宜 但質素也有差不多 不知道為什麼在點菜的時候 毛巴今天就好像很肚餓一樣 所以就深思思想吃豬肋骨 所以就加了5磅 要這個大平盤 這裡就有半份豬肋骨 一件雞胸 四隻雞翼 兩塊粟米 一堆薯條 和兩個醬汁 毛巴最不喜歡吃的就是雞胸 因為經常覺得很乾 好像湯渣一樣 但想不到這個雞胸裡面 都有肉汁在裡面 比我想像中覺得好吃 就這樣看這件豬肋骨 已經覺得很吸引 一上桌已經聞到很香的燒烤醬味道 這一份就有五條骨 今次就不是入口 用舌頭頂一頂就會脫掉肉 肉質還是有點咬口 還有它很入味 淡淡肉 完全滿足毛巴吃肉的慾望 而雞翼就沒有什麼好說 因為跟剛才前菜的四隻雞翼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裡有兩隻雞翼 而毛媽那份主菜就不用加錢 叫做一個漢堡包 配上薯條和菜絲沙律 就這樣看這一碟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普通的快餐 不過它這個漢堡包是有焗過的 所以外皮就會脆脆的 裡面還是很軟 配菜有紫洋蔥 煙肉 牛肉 芝士 生菜 雖然它沒有香港那些 百幾二百元一個漢堡包 那麼多餡這麼誇張 不過對於一個女士的份量來說 是絕對夠飽的 而到最後我們的重頭戲來了 因為其實團團吃夠之後 就已經不停跟我們說 Ice Cream Ice Cream 也因為剛才的主菜份量都很多 我們三個人就叫做一個甜品 這個是需要加一磅的身體 雪糕和雪糕之間 它加了很多餅乾碎 最頂層還有很多忌廉 對比一下團團 大家就可以看看這杯是有多大杯 如果是單點的話 我想這杯沒有五六十塊 是絕對吃不到的 而團團知道我在拍片的關係 所以它也不敢吃 之後我們就一起開餐了 到最後我們結帳 五個大人 一個小朋友 吃了142磅 連上飲品 每人大概是28磅左右 我們去到英國小鎮吃飯 最舒服就是沒什麼人 適應也不會催你走 團團有時候吃飽之後 都會要求到地逛逛 好像他現在這樣 走了過去酒吧區域 有很多叔叔和適應 都會主動跟他聊聊天 跟他玩玩 在這裡地方大一點 又真的舒服很多 還有在片頭我看我這間餐廳 好像歐巴 毛巴在香港幾年都沒去過 到底現在香港一份牛扒 賣多少錢呢 原來現在一份牛扒 8-12盎司 在香港賣三百多四百元 但原來我們這裡 加上前菜和甜品 都是二百元有找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間餐廳 正不正 而今天分享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 毛巴的分享 有什麼問題 就歡迎留言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